包括物種上面,因為以前也是菌飲,所以菌飲所喜歡種的植物以外,它還是有些因為沒有干擾的問題,或是有些地方干擾有些地方沒有干擾,物種的呈現還算蠻豐富的,但這豐富度我覺得不夠多元,所以我們盡可能希望從剛剛三系的部分再引進更多,所以要做一些起敵的概念,這是第一個可能面對的挑戰。 第二個部分就是剛剛鄭老師提到的,我們也會做專探,我們現在已經做了六個專探,希望知道以前的地質資料,當然永春比我們知道這個地方應該是以前不是礦坑,但是我們要知道它的地質對未來的植物,對未來的棲地水的一個理念跟它的資訊,從幾個口我們都知道它的地下水位在大概是四月五月的時候水位蠻高的,但我們要繼續觀察, 觀察一整年度來看它水位的狀況怎麼樣,這個都可以,下午我們會第一個有資料跟大家做分享,那分享這些資料你們可能做出來更多的一些想法跟討論更豐富跟更紮實,那也比較能夠符合現在目前比較務實的觀念,那我們再回答我們現場,剛剛第一波這五個問題,老師們還有沒有一些回應的部分? 因為這樣子,我們現在是在建構一個新的文化,那在這個建構新的文化裡頭呢,各位思考一下,你的成長過程中是不是都是一眼堂? 是政府啊,高官啊,爸爸媽媽媽講的話就是啊,可是現在要讓到我們大家來講我們的意見,可是這個過程要怎麼做? 我們台灣話都說,媳婦呢熬成伯呢,以後呢還是用伯的方法處理他的媳婦,為什麼?因為沒有學習的典範,那我們現在讓大家來談啊,我們怎麼去談他? 所以我這邊有一個建議就是說,我們要提宴景,那我們流程是怎麼樣? 他們會提供很多的資料給我們,這個叫教義的義,義言堂,教義的義 接著我們要談出很多的宴景來,議題來,這個開會義,叫義言堂 講話的過程中呢,一樣聽人家的話,絕對不要就先火定人家,那你就沒得談啊 那談的話呢,就要用經義良言的義,講好聽一點的話來談 那最後形成共識啊,這樣的話才有辦法談下去 那我舉幾個例子,前兩天談那個年金,那我拿15%的人啊 那是代表我的那個人啊,一下子就說 你政府怎麼可以拿公教人員的潛在的這一個負債呢,來討論啊 那這一下子就不能談了吧,對不對?可是你想想看,經共教人員 很多人拿15%的話就是事實啊,那像我這樣很認真的養生 我還可以活很久啊,所以我會吃掉很多公家的錢啊 那你替我算出來呢,我就會知道說我應該做些什麼事啊 所以這沒有什麼不好啊,可是我就搞不清楚 我那個代表經共教人員為什麼一下子要反對呢? 我覺得這個就是沒有私利的不夠周密 另外一個很好玩的,很像來講前兩天那個松山的那個爆炸那個去炸的 因為他沒有什麼關心的對象 他只有那個小孩子那個毛,那個他叫做女兒的那個毛小孩,那個狗 那所以假如說我的社區裡頭大家都可以跟我談話啦,都可以關心我啦等等的 那我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我現在要談的是為什麼人會養毛小孩這種的事情 因為他是一個生命,你也是一個生命 所以你有關心,你有在互動 你跟那個狗呢,也等於是談戀愛 所以我們說呢,這個女兒呢,是爸爸的前世的戀人是吧 那就是因為我有關心啊,那你的關心為什麼不擴大一點啊 我家裡的前面啊,我有三個水盆 每天我都會加水 因爲什麼呢,這個,立秀妍會來喝水 那我就會知道,下午他有沒有來 那水有沒有降低,那我就知道他有沒有喝水 那我就是跟他在談戀愛啦 那我搞不清楚是哪一隻鳥來 可是那我就知道,有一隻鳥在那裡就好好喝我給他的水 那同樣的我也會,差不多五六夜的時候我就開始聽 第一聲,那個五色鳥 什麼時候開始叫,什麼時候開始去挖動 所以我的關愛呢,已經關愛到所有的自然的這些生命啊 那我就不會說我一定要去擁有一隻毛小孩 去照顧他,去弄他 結果後來那個毛小孩,我們的社會還沒有到那個程度呢 把一個那麼好的官員呢,給讓他自殺解決問題 最笨的解決問題的方法 也就是說,當你能夠把你的社會上 現在你的關心的這個議題呢 擴充到自然的野生動植物 到自然的這些其他的 那甚至於把這種關係呢 加入到環境的保護 加入到社區的這些關懷,那就會更好 所以我是講了兩個這個課題,一個就是說 新文化就是這個樣子的 你多關懷一點 那你有了這種關懷的心呢 你對課題的處理呢 你就不會馬上說,你一定要馬上給我做到 像台東,這一次風災 他們就馬上抱怨說 中央都不管他們像孤兒一樣 你就知道中央怎麼去處理嘛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心 變成非常非常的偏薄 沒有體諒到別人的狀況 那另外呢就是 我忘掉了 沒有,就這一點 好,謝謝 有想起來可以補充 剛剛那個